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感不合时 由正方、保陆六世书院对反方、波道书院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正方主辩、生润期 第一副辩 温瑞欣 第二副辩 邓希文 杰辩 梁淑青 反方主辩 赵心仪 第一副辩 周文轻 第二副辩 潘康图 液辩 梁海安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 拔上南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王家朗先生 浅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李智欣小姐 周技幻 顾立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陈静涵老师 现在为大家介绍比赛规则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蚊 一副 二副 台下发蚊 结扁共六个环节 台上边缘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边缘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会有一丁提示 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过时15秒就会有三丁提示 街市本人将打拳变远发言并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 蔡规早前已经发布给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对蔡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没有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有请政方主便发言 没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我可以向镜头示意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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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楚 可以开始了 订 主席 评判 在座各位 根据国语词典 法金是指对头发外形定立的禁制 包括限制头发长短 造型 配色等 香港政府及教育局一直都没有强制要求校方设立法金 而香港中小学的法金可以追溯至数十年前 各中学因应当时社会对于学生形象的要求 而设立相关校规以迎合社会带众打造优良校风 因此 法金于香港更加为一项约定组成的规定 并无或一标准 不同学校的法金各有差异 故 审视法金是否不合时宜 而认为法金意义不再原因有意 第一 宣扬男女性别定型 法金是源于过往社会对于学生移用的固有印象 当时性别定型观念大行其道 如女生要留长发、扎边 否则就会被人称为男子头 男子则要剪短头发 否则就会被人视为不男不女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 现时社会对于男女移用的要求已经变得更为开放 愿意接纳不同的造型 不再单纯以性别判断 法刑合适与否 就如早前梁国雄就男囚犯要被要求剪短一把长发 提出司法复核 最终判定男囚犯及女囚犯应有相同待遇 家有权选择自己头发长度 而前任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立 也表示未有理据证明 现今香港社会存在对男女既定法刑的要求 可见香港社会对于法刑的性别定型 仍以不复存在 而校园内的法刑亦早已不合示意 成为联合国人权事务专业办事处负责人 米歇尔德莱案表示 在二十一世纪 社会对于平等的意识逐渐普及 具有歧视性的传统法禁已过时 可见法禁的设立过于僵化未随社会进步 第二固守学生黑板形象 多数学校对于男女学生的发型有着不同的规范 如女生头发及肩要促起 留学不得过眉等 男生则不可使用法交 法斌不得过耳等 迎合社会大众对于学生形象的期望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社会对于学生形象的期望 不再局限于学校规定的既有印象 小国各地亦因而逐渐开始取消法金 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德国 早于上世纪已经解除法金 台湾教育部则在2005年 立法要求所有的学校彻底解除法金 而美国联邦政府亦于2022年通过皇冠法案 要求全国学校取消法金 而审视香港的现况 社会的包容度亦都大大提高 根据中大香港艾替研究所 在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约8成的受访者都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 多元化、多元包容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 可见,现今社会提倡包容和接纳差异 故学校强制要求学生跟随 下方旧有规范,显然不合理 正如兆基创意学校兼教育大学教育政策 是教授许康明所说 以往支持法金的理由 如整齐、维护法封准 于现今世代并不合理 学校仍然脱节地沿用数十年前的观念规管学生 因此,香港不少的学校也已取消有关法禁的规定 如兆基创意学校、汉基国际学校等 可见,无论是香港社会或是国际社会 对于学生形象的期望都与过往大不相同 实施法禁并不合示意 总括上述两点 法禁存在的意义厌不复存在 故变题来应成立 最好想请问友方 香港是不是正在向平等社会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辨发言时间为4分05秒 母超前无上扣分 接着是反方主辨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评论在座各位大家好 听完友方主辨的发言 首先有两个定义需要来清 第一,发禁 友方和我主辨提过的例子 例如是女同学需要过肩 头发过肩需要促起头发 而流海不得过味 男性不可以使用发胶等等 这些都只不过是法禁之下的例子 而不是法禁本质的定义 法禁本质制止后来统一发言要求 在香港的情况下 教育局并没有制定发禁例子 而除了个别学校之外 大部分的学校都是有定义 法禁 根据香港学校 吩咐人员协会的资料 中后发禁都是存在差异的 但主要是以三大原则为本 分别是朴素、简单、整介 因此今天不应该是 双方斗数个别学校的法禁例子 而是应该由原则去讨论 第二,就是时宜 根据汉典时宜的意思 是涉合当时需要和合调陋 在这条辩题之下 所谓的需要和调陋 指的是学生的教育需要和社会需要 学生经过学校的教育 得到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功 以便将能够适应社会 当中最重要的一半就是 培养美德和有一定的纪律意思 基于以上两个的定义 今天有方同学必需要指出 香港学校定立法禁的原则 是如何不适合社会或者教育需要 而我方首先要就这些原则 去认证法禁如何仍然符合社会或者教育需要 我方认为法禁适合事业 原因有意 第一 提倡美德培育学生 根据理工大学就香港中学生品格发展 及社会心理适应第三号报告书 日面问到学生、老师以及家长 如何去看香港生少年 是否具备确素的特质 三个前文者之中 分别都是超过三成人 认为香港生少年非常不确素 事实上香港物质主义盛行社会 往往鼓吹内在美多于劳在美 中学生亦容易变得追随潮流 注重打扮 盲目追求时下的流行文化 然而在中学阶段 学生建立良好的价值观 才可以带来正面的成长 而法禁就直接报书 学生正确价值观 是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外表 而是在于外行、在于美德、在于品格 学素简单的发言 令学生可以回归在学习之上 亦可以减少同辈之间的摊底金利 更加别信心 因此在这个性行物质主义 什么都讲求外在家者的世代 要帮学生去建立外在文德 就更加需要法禁的存在 想问有关同学同同意现今学生 普遍缺乏薄薄素的美德 甚至认为外表或者财富 比美德更加重要 如果同意 那通过简单、破素的法禁要求 为什么不可以培养学生的美德 第二,训练就是反适应社会 在社会内各种不同的场合 都会有他们的规则和条例 以作为即将踏入社会的新一代 学校教育应该要培养 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法禁训练学生服从和统一的意识 例如是统一法式 当违反法禁的时候 就要听同思想的指导 尊重学校定立的规矩 因此通过法禁的要求 就可以前面密化 帮学生建立一定程度的服从和统一意识 当他投入社会的时候 去到工作环境或者其他社会场景 都会懂得尊重抢核和服装要求 例如建东会知道 恰当的大型衣装被要求要穿封鲜細部 这都明明代代表公司仍在意 而不是想摸奪个人自由等等 想问下有方同学 认不认同社会是需要人有一定的服从和纪律 如果认同法禁又是否可以认识到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你们只是本质上反对所有校规 还是反对法禁本身呢 是认为不合理的法禁例子不合时议 还是法禁本质不合时议呢 多谢各位 好 反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55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政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 向反方主便提问发言时间为1分钟 之后反方主便会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然后有一分钟时间作答 提问和准备一样 在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一丁提示 时间倒则会有两丁提示 接着就会由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 向政方主便提问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反方分字第一格 以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好 订阅 评判着着各位 大家好 有方尝试将这个物质主意 就等同归咎于是没有法禁造成 最奇怪的是 现在尤方认识党大部份的中学 都已经有一些法禁 请问为何尤方还说 这些物质主意仍然盛行呢? 所以请尤方理论 剩下法禁和物质主意的必然关系在哪里 而再者尤方说 只要大家追随爱在美 就是没有这个美德 请问尤方和学爱在美有很多种 除了头发 我们的鞋 我们的文具 我们的书包 全部都是爱在美 请问尤方是否觉得 这些东西全部一刀刺变成统一 就是你所说的合词呢? 谢谢各位 好 现在 反方主便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叮 并 当然 嗯 好 嗨 不 还 对 妈 咱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有请反方逐遍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可以向镜头试 准备好 叮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刚才有方同学就说 刚才有方同学就说 发今除了不仅是发今 才是不仅是发今才能统一 其他达亚书包那些都可以是统一和纪录性 但是其实我们 为什么既然你都同意发今 是可以 既然你都同意发今 是可以统一到同学 可以统一到同学 可以统一到同学 可以提高同学之间的统一意识 那为什么又不应该要成立发今呢 多谢各位 好 接着轮到反方提问 请反方排出一位台上别人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 准备好 好 叮 主持评判有方同学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刚才的主题 把发今说到这么守够 想请问发今背后精神相同 例如是要求学生穿校服上学 要求他们准时回八点 这些规矩 是不是都是这么守够呢 其实他们的背后精神都是想学生 要破数 要守纪律 要有服从性 这些通通的规矩 是不是在有风眼中 都是守够 都是不合时宜呢 谢谢各位 好 正方主便 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兵 然后 灯 治理 快 谢谢大家 准备时间结束 有请正方逐遍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开向境投尸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除 可以开始了 主席评判就各位 首先多谢有方的提问 但其实今天有方在混淆了两个概念 品德和印象 其实一个良好的品德 不等于你有一个良好的印象 首先说一下有方举出的类比 首先就是翻八点 但其实翻八点是有其必要性的 因为他为了培养学生的守时的好习惯 而再者有方又举出了校服 但其实今天的讨论正点 讨论正点是在于法禁而不是校服 校服如果社会都认同它是不合时宜的时候 他自然也应该随着事流而进行一些改变 再者 按照尤方你刚刚所说的逻辑 现在台湾法国这些已经解除了法禁的国家 他们是不是每个学生都不合数呢 他们每个学生都不合数呢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第一负面发言 是麦 试麦 试麦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人求示意 准备好 订 评判在各位今天有方同学开篇 就是在定义上做手脚 就是其实有方同学都承认 现在有一些的法禁例子是不合时宜 但是问有方同学 为什么现在的法禁例子 是从有方同学所说的三贴原则 延伸出来的法禁规条 为什么它不是法禁的一部分呢 而今天有方同学的论点就是觉得 从本质上觉得有两个原因 令到现在的法禁不合时宜 而第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有方同学 觉得现在的法禁可以提倡到未得 但是当我台上问到有方同学 到底提倡美得和法禁有什么必然关系的时候 有方同学都答不出 也当我台上问到 现在我们看到银包书包这些 都有可能会引起有方同学 所谓追逐问题的错误 那是不是又要一刀切呢 其实有方同学台上都暗压底都认同了 现在只要引起到追逐潮流 引起到攀比这些所有的一切 都要一刀切禁止它 而我们看到关于法禁看法禁本质 我们看到台湾欧美这些国家 都没有法禁存在的 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可以学习一些美得 问回有方同学 到底香港有什么特别之处 看到台湾欧美都没有法禁的时候 仍然可以学习美得 但是香港解除法禁之后 就一定不行呢 而有方同学第二个原则就是觉得 有方同学第二个原则就是觉得 可以教导学生一个纪律星 有方同学指出法禁可以 令到学生有纪律性提前适应社会 首先问有方同学 纪律性和法禁到底有什么必然关系呢 而且按照有方的逻辑 统一的言容规定就可以带来纪律性 那为什么香港学校不像以前台湾的法禁一样 让学生剪掉一样的法刑 有方是否想要倒退到台湾已经解除了的法禁呢 而且我方主编都举出了兆基学校的例子 我们看到他没有法禁都可以很有纪律性的 加上台湾司法大学公民教育系主任 临阶范又指出 白金背后在学校权威的管制心态 欠缺普遍性和正当性的命令 并非社会共同认可 违背学校的社交化原则 那句话说 就是学校用硬性规定去教育学生要有纪律性 根本不能够达到柳芬威所说的目的 反而与之相違背 而且我指出了我们还可以教这班学生 在适当的场合穿什么衣服 但是学校只是教识了学生在学校要穿校服 为什么就等同于学生知道出到去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呢 其实再再各位 东华三与黄科男中学的一名中五学生林泽章 甚至男子不可以留长发而强制他去剪短头发 之后他也向评机会投诉引起热议 令一位黄明熙同学则表示 他被人剪掉长头发 令到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以例子绝非过礼 家计会去年的发现有14%的中学生 不肯令自己的胜变 那么口口声声说学生好 但实际上我们不取私发禁 反而会令到学生受到更加大的胖伤 将默许学生的性别表达权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后面发言时间为2分58秒 无超时无需透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一后面发言 现在有请反方第一后面发言 没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师 有方今天说我们不回答他的问题 其实有方今天有何尝 不是没有回答我们方主辩的问题 好了,我们现在回答你们的问题 你说美德和法禁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 其实法禁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平常性和纪律性 就好像不让学生去演乏一些乌里抹茶的头 其实是可以去限制他们 不要让他们有一个恶恶恶素的心态 所以其实是绝对可以培养到他们的美德 其实一个人的发言 是绝对会影响其他人对他的第一印象的 例如你去建功这样 你会选择穿得很端壮得体以一个朴素的法容 其实因为大家都明白 法言、法式是会给人一个富有的印象 例如金发是不良少年 黑发是朴素的象征 或者有些年轻人会不赞同 但这个确实是现在整体社会 深厚而牢固的思想 法今是可以培养我方体制的美德 对学生有统一或一的要求 而原则上你只要满足朴素 整体简单 法今的细节是可以不让研发 但不让研发绝对不等于法今的本身 友方今天和我们不断地举出例子 例如不同国家的做法等等 他试图去运动视频 这只是其他国家的做法 并不是可以代表全部香港 友方尝试用几个西方国家的例子 就好像想论整全世界 都会跟随他们的做法 甚至想说我们不跟就是落后 想反问友方 每个地方都有他的文化背景 社会需要都不同 个别国家的做法 是否可以认用于全世界呢 更何况友方今天所举的例子 是不可以代表全世界 例如有些拥有顶尖河谷的英国 有很多其实他对小学和错综都会实施法 例如中国的河北省大部分中学对法刑 都有一个很严谨的规则 有些学校甚至不让女学生留场合法 请友方和学妹不要再以偏概存了 还有关于性别定型的问题 其实教育局是没有提合过任何对于法刑的明文规定的 科学的程度只是视乎于学校 所以其实如果那个学校是怎么去实施 不让现法或讨法 这些等等这些其实只是在学校去规定 不是错不是在法案的本质 而是错在学校如何跟学生去沟通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港大防止自制研究中心的总监 叶少辉曾经提及过 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规限没有要求的 无论工作还是娱乐都有它既定的要求和规矩 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同僚需要尊重规条 将手记录不一时二二位 最后想问社会是否需要学校的培养有一定的服装性的人才呢? 应该是否能够数据得到的 多谢各位 范芳第一库便发言时间为3分12秒 无超时无超扣分 开了麦 准备 好 现在有请正方议赫发言你有3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人求试 准备好,谢谢 好 叮 主席评判在这一位 大家好 你到以赴为之 不妨跳入有方和你自己的掌质 审视一下今天辩题 有方和我说 今天看要不要发禁合不合时宜呢? 看时代需要 好的,我们时代需要就从两个场景划分 首先我们看学校 有方尝试说学校实施发禁理由仍是合时宜的 现在我们逐一拆解 首先有方和我尝试说发禁等同培养品德 但是我方问到物质主义这些问题和品德有什么关系呢? 和法今又有什么必然关系呢? 其实有方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他们的必然关系 不断重复说他教大家几率 但是其实不难看到有方的立场非常奇怪 他觉得教育不是培养品德的方法 什么才是呢? 法刑控制 其实有方今天暗瓦帝都觉得 今天的法今是不合时的 应该合时的法今是什么呢? 就像中国河北省那样 大家的头发以下三公分 男生就橙青 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的长头发 这个才是有方和你今天觉得最统一 最培养品德 最合时的做法 有方和学你的立场是否十分之荒谬呢? 更甚者有方今天就说了 学校要教识大家尊重长校 但奇怪的是什么? 连学校自己都没有延传新教 没有尊重学生 就是说你在搞什么呢? 我们比较一下双方了 其实今天有方没有给出资料去论证 当初的成立目的在现在依然合理的 就是有方跟我所说 这些金发少年一定是不良少年 但是有没有资料去论证呢? 从来都是有方你自己口说 就是很明显有方你讲不过去 为什么我们要教品德? 不是学校直接教是更加符合现代观念 而是逼他们全部同一呢? 而第二我们看香港社会了 有方说 学生寻破是一个社会共识 但是我方都已经问了你 你是混淆了形象和品德 而再者 学生是怎样? 由谁去定义? 从来都是有方你自己说 其实社会一直在进步 以前学校不让学生塗发胶 因为发胶令到头发变亮了 大家市面都有不少亚光发胶 所以其实以前学校的担忧已经不存在 而且我方都已经说了 香港的社会多元包容 请问有方说为什么还可以这么过时的说 金发少年就是不良少年呢? 所以很明显 今天有方说你的思想其实已经是过时 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 而再者今天有方尝试说 这些外力都不代表 但是首先你没有说到 为什么香港有什么那么特别 是跟那些外力没有类比性 而再者 今天我方都说了 香港社会的学校的学校 学校的学校的包容 所以只是有方说你自己顾步自封 而第二我们看看香港社会需要什么 回归本质 你知道香港一直说 我们要培养一些有独立思考的下一代 而学生看到时代的转变已经来了 国际不同的国家都开始反思 校规的合理性 学校愿意对话 而看回香港的头发 主导限制 连发肌颜色都要一模一样 其实是推动了什么教育呢? 其实就是我说 你跟着做就行 你不需要任何批判性思考 所以这个就是有方说 你觉得香港学生应该有的性格性 这个就是香港学生应该有的思考能力 所以其实很明显是维护了 校校的社交化责任 很明显顾步自封 多谢各位 正方第二负变发言时间为3分 10秒没有超甜不需要扣分 接着是反方第二负变 没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Mice Mice 请问听得清彩 听得清彩准备好开向镜头C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友谤同学 各位大家好 来到后场的位置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类比 归立友谤同学今天的立场 就是学生不想穿校服 不想交功课 不想分8点 学校就应该批准他不穿校服 不交功课分9点 10点 11点 学生想怎样 学校就要怎样 不需要考虑社会 不需要考虑可否培养到学生的品德修养 这个就是有关同学今天整场的逻辑 其实今天我们前场都奉用了很多东西 不妨由我这个预复去帮大家疏离一下 今天整场比赛 双方的争拗点 我们今天双方主要有两个战场 第一个就是 就是纪律性与品德与法禁之间有没有关系 其实有关系 我翻译附论已经跟你说了 其实法禁可以培育到的 就是一堆跟学校的规矩做事的学生 而且品德就是教育他们 不要把一些打扮自己的时间放在学习上 去争扎他们自己的内涵 这个就是法禁与纪律性与品德之间的关系 而且有方第二个战场就是说 刚刚有方的义否也说到独立思考的这些年轻人 是不是比有纪律性与服从事的年轻人更加是社会需要呢 但其实不是的 有方说我们没有那种例子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例如你不业后出来麦当劳打工 如果你不肯跟他的规矩穿他的制服忍赐上班 你都是会被社会淘汰的 老闆都是会炒掉你的 但是有方和我今天说的独立思考 你们只得独立思考 怎样终意给你在社会里立足呢 而且有方和我在财政方面都退了 他跟我们说其实都认同 翻八点是首时的 是培养到纪律的 就是都认同其实现在的效果是培养到纪律的 而这个纪律就是我们现在社会正正需要的人才 加上有方和我又说 校服这些只要到时社会不需要就可以不合时 其实谁知道从来说 校服不穿校服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 有方和我不要再在那混淆思听 其实现在香港是一个物质主义性的社会 每个人追求外在美的时候 发禁背后的精神美就是彰显了确实的美德 教导学生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衣着打扮 反而应该着意提升自己的内涵 当大家的时间都是只有这么多的时候 发禁提倡的科学 就是提醒学生要将原本放在打扮自己的时间 但在学业上面 现今的社会对教育是有一定的期望的 希望学校可以培养一班是有品德修养 有责任感的年轻人 教育大学校长张仁良曾经讨过 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就是为学生引路 为他们事立正确的价值观 而这一点正正就是和政立法阴背后的精神一模一样 培养的就是一堆以破素简单整结为上的年轻人 呼应社会对教育的期望 在贴合社会的需要 所以发禁是绝对合时的 最后想请有光和阿伯一圣如的时间 和我们论证 为什么你们所说的那些独立思考的年轻人 比起我们所说的有纪律性和服从性的年轻人 是更加有灵验性 更加贴合现在的社会需要呢 我觉得今天别提着 谢谢各位 各方以赴发言时间为三分零一秒 无超前无差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门发问 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视麦 请问是否清楚 清楚 有一分钟的设计 准备好 订阅 主席评判织各位 今天从来都无论证过 学生的形象特殊和打扮 有什么必然关系 如果有本侯觉得真的有关系的话 那为什么又会出现 有本侯主席所说的这三成人 觉得学生不合适的情况呢 我知道有本侯的逻辑 现时香港大部分的学校都有发禁 但有本侯仍然觉得是不足够 学生仍然不够合适 有本侯今天是不是提倡 香港要像台湾泰国这些语往的发禁一样 全国统一发禁 才叫最符合事业 最能协合学生的需求呢 谢谢各位 好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 並 多謝有光同學的發問 有光同學的發問有兩個錯 第一個錯他們對我們的破數是有誤解的 根據國語詞的定義一個 破數就是確實而不刻意修飾 例如你天生黑白就不會去掩插 有光同學都覺得我們的破數就像你們說 台灣那些要統一 要全部人同樣發言才叫破數 不是的 我們今天只不過是跟分自己原本的法式 第二個錯就是 他們覺得社會的需要就是培養一色一樣的人 不是的 社會需要的是有幾個性有俱從性的人 就算今天台灣他們培育的是一色一樣的人 但是他們背後不是想要一色一樣 他們是想培育這些有紀律性有俱從性的人 所以有光同學不要在那裡混亂才聽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 請便宜開啟鏡頭并試麥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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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聽不聽到 聽得清楚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可以向鏡頭試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我想問我方說不准點頭髮就是等同於學破數 但是有方同學也說沒有必然的關係 但是有方同學要求學生分八點才是有必然的關係 很明顯是有方同學你們是有雙重標準 所以我想問有方同學 當然因為時代不同 很多規矩都要改 但是每一間學校的規矩都不同 所以我們不應該注重於個別例子 而卻要注重於規矩 背後的精神 那頭髮素簡單整結 所以我想問有方同學這些精神 為什麼不合適呢 多謝各位 好 正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多謝各位 在 Launch 發送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正方有 請正方快將位辯論回答 準備好開箱、計時、鏡頭 準備好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一直在混淆其他校規和法禁 原來我們看到要求學生八點翻學可以培養到學生的手勢 但有方同學就將要求學生八點翻學培養到學生的手勢 這個理書完全歸咬在法禁身上 我們看看法禁本質上的原意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到有方同學所說法禁本質上 就是為了令到學生的形象熟透 但有方同學從來都沒有說過到底現在社會是否還要求學生在一個形象的熟透 相反我方主編和有方同學說了 我們看到原來現在社會是一個包容性的社會 請有方同學不要將其他靠規的利署歸咬在法禁 和有方論證到底法禁的原意在現時到底是否合適 但我們有方看到法禁限制著男女的長短頭髮 有方同學其實都一定不敢回應 就是不斷地重新 檢頭髮就是等於壞人 檢頭髮就是等於壞人 但有方主編不是正正說了現在社會正是一個開放多元化的社會 正正就是我們要追求男女平和多元化的性格 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法文 請台下變員開啟鏡頭定時麥克風 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試 定 主席評判了各位 今天有關主編開閉時的掌執 就說要看學生需要而定規社會需要 但審視有方所說學生需要 根據加計會去年調查指出 14%的中學生不確定自己的性別 6%的學生有性異不一致問題 法禁中難女不平等 兩性有猜疑的信息只會進一步加劇 學生心理壓力和出現抑鬱的問題 有方是否認為 俗重性可以凌駕於男女平等 凌駕於學生的感受呢 多謝各位 好 反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定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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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有請范芳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試 丁 尤潘今天將性小眾的需要不斷放大 其實性小眾都是需要規矩的 像他們來麥當勞做事 其實他們都是要穿制服跟從他們的規矩 你今天將小數人不斷放大 甚至將法禁去妖魔法 那個法禁還不是小數人的需要 但是我們可以看下黃河南中學的例子 其實校方都是釋出善意 嘗試和林同學去商議去解決問題 所以嘗試去看全香港 其實教育局因為宗教和心理等的問題 其實我們得到例外 例如穆斯林的學生是需要包頭和在校服裙裏面穿裙 都容許他們這樣做 其實社會對於這個例子 小眾這個例子仍然存在爭議 有方同學又怎麼可以說成是主流呢 如果要為少數人去廢除 為什麼不用 不為多數人去 為了他們的學習去適應這個社會的精神呢 對於這個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宜發問 請便宜開啟鏡頭並示麥 請 awaken 請便宜ick 我們找起 有關照片 請請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今天口中所說的社會需要包容多元消除差異, 但明明法禁的原則就是沒有男女歧視, 甚至評寄會都出了指引給學校, 其他手法禁之外也可以尊重多元。 可以看到有方同學口中的進步和法禁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有方同學一直沒有回應過我方同學今天說的 社會需要培訓一定程度的服從性、紀律性。 如果法禁真的好像有方同學所說的那麼不合時業的話, 我想問一下有方何時見過一些香港高官 在官方正式場合有一些很顏色、鮮艷的髮色 或者變得很誇張的髮型呢?多謝各位。 好,正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算。 換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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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正方派出一位電源作答 準備開向鏡頭C 準備好 定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 五眼發言,尤方今天定義嚇喊 髮禁背後只是染頭髮而已 但不是吧,尤方今天說了全部的髮禁 即是包括今天男女定型所導致的長短髮問題 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例如髮膠髮矩等等都屬於髮禁 詳細尤方為何可以不斷和尤方說顏色的問題 而再者,尤方同學所說的高官 只是社會上的其中一部分人 但今天一些文職,自由工作者,銷售 有沒有禁止到,或者是明文禁止到不可以染頭髮 不可以有一些髮型的長短度限制 而再者,今天梁國雄正正就是一個長頭髮的政治界議員 請問我不明白尤方同學所說的這些髮型 不可以存在的地方在哪裏 而再者,今天尤方同學嘗試偷換概念 服裝和髮型 尤方不斷說見麥當勞工 但是麥當勞有沒有明文規定 員工不可以染頭髮,員工的男生的頭髮 不可以長過多少尼米呢? 很明顯,其實今天尤方同學根本不可以和尤方 涉順正地發禁,多謝各位 台下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是結電的準備時間 雙方結電有一分鐘 時間作準備 開始計時,登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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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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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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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特別要提一提雙方 就是當打這些這麼價值性的面題的時候 第一件事要想的就是 有些什麼是一聽就明白,一聽就接受 接著有些什麼東西是需要多一點解釋 有些什麼去到最後就是 有些什麼是你要去到疑風逆軸 就是你要令到評判由很不信解到他信 於是你就要想一下究竟你將這些內容怎樣去排名次序 去告訴別人 我會覺得,因為正方的站方來說 我自己也有準備 其實正方的站方來說應該是 在這時這刻普遍人的心目中來說 聽下去是容易接受的一個站方 問題就是你容易接受 和你怎樣去定理自己的圈圈 這就是有一個技術在上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你說很容易去接受 現時部分存在的發言不合時意 這個位置應該很容易推得過 而我相信就是很多的隊伍 例如今天的正方 都會嘗試去講到一部分就是 現時存在的某一些的法禁來講 都是不合時意 都是應該拿走個別條文 個別類型的法禁 今天正方給我們的包裝 就是一個世界趨勢 而有一些國家都會 已經拿走了那個法禁 這個說法聽起來本身是沒有大問題的 不過在後段少許的時候 我們就會聽到少許的端藝 發現所謂的很多地方 除消了法禁的這件事 並不完全是我們想像的那種狀況 這個一會兒用後再講 至於今天反方的做法來講 很典型的一個看法 就是覺得法禁的存在 代表一些訓練紀律性 這個社會性 這些論點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來講 用一些的限制 用一些的規條 去建立服從性來講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質疑的地步 已經去到就是 究竟幼稚園要不要用這些規矩 甚至是一些懲罰性的東西 去建立一個紀律 這個概念的時候 如果去到中學生 都還在講 用一個規條 懲罰性去建立一個紀律秩序的話 其實不容易去講得通的一件事 所以我會覺得今天反方的 就是下線的方向來講 是有點辛苦 還有他們也要知道自己的難度在哪裏 但是我會看得到就是反方今天下線的時候 他會傾向覺得 一些東西都是一講 大家就明白的了 就是那種的說法 譬如說最簡單的說 就是樸素的心理 樸素的風氣要建立 集團要建立 所以就不應該有很多的食物 發營那些東西加在自己身上 不應該那麼便宜 那這一個說法來講 我覺得需要多少少的一個實實在在的 譬如心理學也好 怎樣也好 有一些連繫 都給我聽 兩者有一個很相關的地方 這個是第一個 我覺得有需要去 反方有需要講清楚的 第二個反方要告訴我們 就是反方另一個大論點 就是說社會本身是這樣 所以預備進入社會之前也要是這樣 其實這個位置一聽下去 大家都會覺得問題比較大一些 因為在全世界討論究竟一間公司 你的工作的環境可以 到什麼地步 可以管到你的生活在什麼地步 這件事的時候 而你去說 就是社會是這樣 公司是這樣 公司是這樣 這種說法來講 聽下去會很困難 所以我會覺得 下線的位置 我覺得是有些不利的 反方 而實際上下去的時候 反方對於整場比賽的推進來講 也有困難 你看得到 而你問我對於正方來講 印象上 那個攻擊最狠的位置在哪裏 就是一直以來都存在一些法禁 一直以來都存在一大堆的規矩 但是反方又同時說 現時的人做得真的不太好 換句話說 究竟現時的規矩是沒有用 現時規矩做得不夠盡 要再盡一點還是要怎樣 但是每次逼反方 反方其實在這個位置已經沒有辦法可以推下去 所以我會覺得那個關鍵是在於 反方在讀這條變題的時候 或者讀整個主線設計上面 我會覺得應該要想多一點 除了學校的那種管理主義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或者其他的關於學校本身 以及規矩之間有一些關係在裏面 這是第一件事 我覺得反方我怎麼看的事情 很純粹是看以往那種傳統的 學校的那種管理主義的那種做法 而也沒有看到整個社會的需要 或者整個社會對於一個人的期望 那這些地方其實有沒有變過 那這個才是說的是不時宜的問題 所以變成這一個就是 反方對於時宜那方面的處理 做得不是很足夠的地方 那你說政方是否完全沒有問題呢? 那你聽聽一下你就會發現 其實政方本身說 拿走法禁的那個說法是怎樣呢? 原來其實露了馬腳的位置就是 說台灣以前的法禁 原來是說每人都要一式一樣的一個法禁 那才叫做一個法禁 那他拿走了這一部分的法禁 和他對於法禁是不是毫無限制之間 其實這個才是那個落差點去討論的位置 所以變成在這一部分來講 的確正方是沒有 正方是後來你會見到 他真的說不到 其實真的說不到 是一些規矩、一些限制都不用 只不過他那個隱藏的方法做得比較出色一些 那變成在一場比賽去到後段來講 其實都沒有任何的 讓反方在這個位置上有什麼挑戰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就是這個交鋒位上面 我會覺得正方是叫做 雖然露了馬腳 但是也叫做脫身的 那你問我 如果一直下去 正方來講 我會覺得聽下去 比較有問題的地方是些什麼 但是我最近有問題就是 正方講了很多 關於性別或者個人的表達方面 其實大家最多的那個應該都會是 講到性別的問題 不好意思說得很長 但是性別的問題來講就是 這個涉及頭髮流長還是剪短 和其他法式的安排來講 是沒有一個關係在裡面 那就是說其實發禁 只不過是如果說 頭髮流長 剪短 如果在這一部分有一個限制 就是這個限制拿走了 以及其他的例如 其他不同的療程之間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正方也都沒有特別去講得 很容易告訴我 以至到我會 我聽下去我會真的 很大的質疑就是 電法和性別定型的關係在哪裡 其實這些我都很想知道 但是其實在這個推論上面 這個就是正方的一個優勢 就是在一場比賽裡面 只要一拿了一些很高音的 性別定型的那些出來之後 其實在這些方面可能 就是那個需要正的地方 可能會沒有那麼多 就是你很理所當然 都不是很需要正的這些位 但是實際上面這些位 評判是需要去聽 或者給不給分 是在這些位上面 我們要決定 所以你說那個內容分 我可不可以給得到很高 在這方面 那我確實是 下分的時候 是會有點失望的 那我想整體印象 大概就是這裡 那最後想說的就是 台上那條的發問 和台下第一條 正方來講 基本上一模一樣 雖然條問題是設計得很好 但是同一條問題 差不多是完整整的問兩次的話 你會看到第二次人答的時候 表現明顯是好一段的 那也都要想想 怎麼可以包裝到 雖然兩條 雖然都是強的 但是看看怎麼包裝到 就是 問起上來的時候 起碼不會立即被評判都覺得 你同一條問兩次 我也知道你是厲害 但是你不用問兩次 或者人家有防白 發眼的時候 再拍的時候 或者會拍得好很多 這個就是我給大家的留言 謝謝 想請三位評判注意 根據賽規總則的第二條 參賽同學不應在比賽期間 使用任何方式去搜集新資料 或向師長隊友尋求指示 以及在比賽裡面第七條裡面說到 雖然他只是說坐在原委發言 但是如果站出來發言 同樣適用的 深韓隊友設計不可再變原發言過程中 作任何、口頭、手勢、甚至傳卡等的提示 主席評判說對方同學發言後可提出 證實後被提示的便員 需要在每位評判的分數上扣除五分 剛剛呢 正方的結辯在發言的時候 是有向後方的議庫挪卡的 麻煩評判 在正方的結辯分數上扣除五分 麻煩 剛剛扣除了 麻煩 麻煩 現在呢 同一時間呢 我將剛剛那個的情況呢 交回給主席 麻煩 好 那現在就 麻煩王家朗先生 那現在有請 浸會大學中文表演隊前隊長 李甄小姐 譬如評語 大家好 那我就 首先就 我覺得這場比賽是很精彩的 今天 因為我要做兩場 那 今場的精彩程度是比上一場明顯地高的 都是 我最近做評判其中一場我覺得最精彩的比賽 那 首先就說了一條主線先 其實呢 我覺得今天正方的主線就非常正路 而 正路得來要讚的地方是 裡面的資料是很充足的 就是由你去交代 梁國雄那個事件 去到那個判詞 論點 以由香港 對 由普遍社會 或者是國際社會 對學生的印象 黑板印象的放寬 以至於是去到後期的那些民調的資料 是很充足的 但是我就會有個小小的疑問 就是在聽的時候 例如 在主編稿的Point 2 那你用了很多外國例子去證明 其實外國會有放寬 其實這個戰場你本身開拓 是希望得到什麼的結論呢 例如 你是希望去說到 其他國家有放寬 那我們是不是要跟隨這個潮流 但是如果你說法是這樣 就是有點奇怪 因為你自己都知道原來 法刑這件事 或者是法刑這件事 是一種約定續成 那原則上約定續成 就不是太過會跟其他地方 就是它不像那些政策 例如我們減稅 我又減稅 你做一些通關的政策 我又做通關政策 就是不會有跟風的這個情況 會比較少 所以我就會有些奇怪 你論點意拋好大量的外國例子 其實實際上想要的結論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疑問來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 今場最驚喜的是 就是反方的主線 因為我覺得其實反方的主線 是很清楚地交代到到底 法禁背後你想帶出的是什麼 因為法禁正如反方所說 其實法禁是有很多類型的 例如會有些正方所說 可能會覺得我夾個法式 或者我用法膠 最嚴重的電法、研發、研發、 一些很誇張的法式 都是法禁的範圍 而反方都很清楚去表達出 其實法禁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要有純樸、簡單、整潔 而我覺得這個位置很強 或者很可以利用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這三個原則聽起來 不像是不合事言 都不像是很容易可以反對 所以我覺得你將 不同類型的法禁 的表現形式歸納出三個原則 再用這個原則 作為一個基礎去後場去推進 那個感覺會是一條 都很強或者很有心思的主線 但是 反過來想 我覺得今天反方的主線是強的 但是去到後場的運用 我覺得是不足夠的 我舉例 例如 其實 因應著反方這個對於法禁的定義 其實 正方有某些的論點 你是應該很容易去處理的 例如正方講 性別定義 他講來講去都是長髮短髮 但其實按照反方主辨所講的 純樸、簡單、整潔這個標準 長髮、短髮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哪怕男孩子長髮 他都可以是純樸、簡單、整潔 哪怕女孩子短髮 他都可以是純樸、簡單、整潔 所以其實去到後場 某一些你預計了正方會打的論點 是否可以嘗試用自己的定義 簡單點去處理呢 因應著這個問題 去到後場 你會開始變成墮入了正方的圈套 開始說 我們是否要統一所有的法型 是否要一模一樣 其實你們從來都不是這個意思 你們從來都只不過是想說 他們是要跟從某三個的原則 而不是他體現出來的一模一樣 所以去到哪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問題特別嚴重 就是正方問第一條的台上的時候 他就問你 如果有攀比心態 是否銀包、書包、皮蟹 全部都一樣 其實反方的回應應該是很簡單 就是他不需要一樣 但是都要跟隨著一定的原則 因為其實現在你們回 我不知道我讀書的時候是這樣 我讀中學的時候都會說 如果太名貴的銀包、書包 就不要拿回學 或者是太名貴的東西 就不要拿回學校 也有一定的原則在裡面 那我就不知道現在大家讀中學 是不是都有這個原則 所以我又會覺得 體現的形式還體現的形式 而它本身實際上內在的原則是另一種東西 而今天正方應該第一個交鋒點 是在這裡的 但是奈何呢 今天我覺得正方的而且確 在變記上面是相對上成熟一點 所以很容易導入了那個說 統不統一 一模一樣 是不是好像台灣那樣 剪到一模一樣長度的圈套裡面 那這個是我覺得 反方有少少可惜的地方 而另一個 反方可以想多一點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其實今天 的而且確有某些說法 是好像很理所當然的 例如我有一些規矩 那你就會樸素一點 體現出來你就會 很有紀律 或者是你給別人的感覺 就會很整潔 很企理 可以幫助你日後 甚至你那個公司的形象 新來的規劃 那個發展 就會很合理 整件事 但是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理處是否真的 一定要透過法禁才體現到 我不是要說 獨不獨特利的問題 而是一般我們真的要培養 那個人 成為一個公司的形象代表 或者培養他有幾率 是不是真的透過法型去規限 關聯性是否真的這麼高 這個我也會有一個言論在 就是是不是我頭髮不過了 出到去就會是一個整潔企理 可以代表到公司形象 我就會願意穿制服的人 這件事的關聯性不是大家 場上找到資料的問題 而是本身這件事都很難去論證 或者很難有一個很大的說服的空間 我覺得這件事是 會不會去到後場的理處 未必真的要高到這麼大 純粹去說 對學校的形象 或者是否一定要說到 他由學生的身份 去到職場的身份 都因為這個法禁而有很大的幫助 是否要去到這麼大 因為我覺得論證難度相對上比較高 而反過來會不會是 對學校來說 會容易管理 標準會比較容易去理定 會不會這些會比較容易去處理 當然因為我真的沒有跟過大家的會 所以這個純粹是我聽下去的想法 就覺得大家在前場定立的推進的原則 去到後場你想打那個理處 其實中間的論證 那個幅度都真的頗大 而今天政方就 相對上那個論證 是沒有那麼困難的 因為他論證很多都是現況 而且有大量的資料可以證明到的時候 就不是太過困難的感覺 但是有某些戰場都值得拿出來說一下 例如好像 上學準時這個微德 培養到 那是不是 現況這件事情是你認同了 所以就等同於你認同法禁了 我覺得 如果對手沒有回應的話 我也覺得 我是可以信納這個推論的 但是其實對手真的有做少少的 回答案 例如他會說 品格和印象是兩件事 這件事你沒有釐清的時候 其實你去到後場再打這些 類似上綱上線的打法 即是未必能夠幫你爭取到很大量的分數 所以我會覺得 這些變題 用類比可能相對上要再小心一點的 就是我準時和我的頭髮 和因為我準時 我上班會準時和因為我的頭髮 所以我以後上班就會代表到公司 就是這個中間的邏輯 所以我以後來的關係是可以再緊密一點 或者可能設計的時候 將理處不要波魯塔特別大 或者反過來我覺得 反而反而去到後場 應該多點打那些攀比心態 因為那些攀比心態 其實不單止是髮型服飾 即不單止是髮型服飾 可能對於反方來說 理處會大一點 或者是優勢可以再大一點 大概 大概 那大概的評語就到這裏交給劫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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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智欣小姐可以去 可以去 謝謝 那現在有請 陳靜嫻老師 可能可以給予評判 謝謝 那我也是很感謝賽會邀請我做這個評判 其實剛才兩位評判已經說了很多的內容 所以我就很簡單地說回 我看完這場賽事裡面 看到同行的那個表現 那首先其實在正方和反方一開始 主變的那個主線其實是清晰的 我看到大家都準備好充實 那見得到正方來講 他也都說得到那個就著那個性別定型 或者現在是不是還要固守學生的黑板的形象那裡 都納亂方面是見得到那個主軸是清晰的 但是也都是要注意一下就是 譬如可能在正方那裡也都要講講 拿了一些例子也都拿了一些數據 我看到正方在這方面準備非常之充足 但是也都可能需要再做一些一些解說 譬如可能講出了 正方主便要講出了那個中大的一個研究 那個包容性 但是包容性裡面其實你講出了80% 同意是需要包容 但是包容裡面的內容其實包括了什麼呢 沒有什麼特別去講到 所以請大家可能拿一個例子 拿一些的數據的時候 要再解釋一下 怎麼去緊扣這個題目 是不是包括了法禁那裡呢 而少基書院那個例子 它沒有的法禁其實是 可不可以再講詳細一點點呢 無論在一副裡面都有提及到 說少基書院沒有法禁 那些同學都很有自律性 從哪裏得知到這些的看法呢 希望同學能夠再去講多些 讓我清楚知道 你說的那個例子 是怎麼結合這條題目的那個要求 除此之外呢 其實反方方面呢 其實呢 我希望能夠在主線上面是很清晰 聽得到就著那個美德 還有培養同學呢 是去回歸那個學習的那個 擺回學習的那方面呢 這裡是聽得很清晰的 但是去到後場呢 反方的無論一副二副 可能很多時候呢 都是就著糾結於起某一個的例子 比如可能講了那個 麥當勞的那個例子呢 其實我聽到都幾次了 那可能呢 會不會再多一點的例子 反方能不能夠其實可能 再去講出了 如果真的是沒有了法禁 如果一個同學 墊了這個非洲頭 爆炸頭 穿著可能藍同學穿著這個裙 回來學校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多元性 令我們的社會 或者我們的學校 香港的那個社會上面 對於一個中學生的一個 一個法式而容上面的一個要求呢 如果能夠反方再講多一點 這些例子的時候 能夠加強了他的那個說服力 就是可能這些的 我們是有這個的需要 是仍然保留著一個法式 那方面的一個要求 還有呢 我亦都希望反方能夠再多一點點說 就著可能 除了講了服從性 美德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地方 是可以是就著 為什麼發這麼有這個需要性 在這裡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也都想跟大家說回 就是 比如獨立思考 和那個跟從 可能社會上面的一些要求 不是一個完全的一個矛盾 和衝突的 社會上面可能有一些 一些的約定俗成 特別可能有一些場合 有些地方是需要 尊重回他的那個法式 意用的 那這方面呢 可能反方可以再多一點點 去強調這一點 那還有呢 也都是呢 希望呢 同學呢 是去講這個 看法的時候呢 能夠再多一點點 讓我看得到呢 就是呢 譬如說 資料上面的那個的運用 希望能夠呢 我看得到 證方呢 都很快去回應 反方說的那個 那個 河北的一個例子 作為一個 頭髮的統一法式 是不是真的 大家要一起呢 可能 男孩子只可以呢 是一個 頭髮一定要是 只剩下 可能是五尊長 剪到這裡為止 那這個大家可能 還可以討論那個 標準去到哪裡 那我今天其實看得到 大家雙方方面 準備的資料 其實都很充足 都很嘗試將自己的那個 觀點立場 將它剪搖出來 那也都呢 看得到是一場 很精彩的辯論比賽 那我的那個 分享就到這裡為止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陳老師 在公佈錯過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 本場的 最佳辯論員獎學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 是反方主辯 趙心儀同學 恭喜 現在為大家宣布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現今香港中學對 學生實施法禁不合時 由正方保陸陸勢書院 對反方 報道書院 正方得票為兩票 反方得票為一票 賽果為二比一 由正方保陸陸勢書院勝出 恭喜 請見現在 不要緊 請訂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